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觉得他真的很忙而且昨天那一场号称是2万人 号称我们就假装号称一下2万人 说进场40分钟 大进场40分钟 那我们今天这一场 苗栗这一场不知道他们号称几万人 但我们自己预估应该不到3000人 对 屏东那一场 其实我已经跟运行讲 我用牧师的方式来估算 我估算大概3000 不超过4000人 那今天有一个 风传媒的 风传媒有篇东西 他说是根据现场的照片 还有空拍图 因为他现场摆了4000张椅子 4000张椅子没有坐满 所以其实跟我的估算是蛮接近的 我的估算是怎么来的呢 就是我30多年的这个经验 我采访过很多这种示威的场所 是用这个方法来估算的 因为其实估算有更精确的方法 那我是根据经验用眼睛看 看这个新闻图片来估算 看一个接口到底会有多少人 对 所以屏东那一场我相信就是这么多人 差不多了就三四千人很笃 号称2万也跟我的经验很接近 我的经验就是说 这种示威的场合 一般都至少膨胀五倍到七倍 我们如果以4000人来讲的话 对 或者我估计这3000多人来讲的话 乘以7 差不多就是2万出头 所以这个也符合我自己的经验 把它膨胀五倍到七倍 那 通常我也不会根据这个来判断 一个人的这个 选举的潜力有多大了 当然可以去估算一下 可以看得出来一点端倪 但是不是决定性的 你譬如说今天我们看这个苗栗的场 苗栗今天有下雨 那我一眼就看到 我就跟运行讲 你有没有注意到 这个场子有什么奇怪的地方 这个场子有什么奇怪的地方呢 因为几乎80%甚至于到90% 它的雨衣都是一样的 都是同样是黄色的 这就表示这些人完全动员来的 对 然后现场发 对 发这个很便宜的雨衣 对 对 那 这个 郭台铭的场子 我刚刚讲 就是说 我不会去根据这个 造势的场合的人数多化 来看它 有的时候 有的时候大家召集 对 我要开车去 你要不要一起去 对 搭便车 共乘去 是这样子去的 对 韩国娱乐场子 外面还有一大堆摊贩 是不是 他都没有选到 对 对 郭台铭你这个场子 已经很明显了 很明显是动员来的 对 然后真的就是这么一点点的人 人真的不多 人真的不多 对 今天那个场子 我要跟运行讲 大概2000多人吧 是 差不多 在这种情况下 然后 郭台铭现在打出来的是 这个 叫什么大联盟 主流民意大联盟 主流民意大联盟 我告诉各位 台湾的主流民意到目前为止 是叫你郭台铭不要选 对 这个才是主流的民意 是 所以你独立参选是没有机会的 可是郭台铭 从美国回来 他美国之行 总共是9天 9天 对 唯一的收获 就是收获到跟张玉成拍了一张照片 对 而且这个脸书没有下架 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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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天的屏冬场 他就蹬出来了 对 蹬了他跟张玉成的大招片 又讲什么体育政策什么东西 对 他 我们在节目里面讲过 他去美国就是要蹭这些人 张玉成被他蹭到了 对 然后张玉成现在被释出了 对被释出了 虽然说不是郭台铭的关系 但是前因 就是在前后发生的 大家就会拿来哭手 给他拍一张照就变这样 对 然后他去称这个柳约时报的专栏作家 对 Thomas Friedman 对 结果被人家 要求下架 然后大家都很期待的 他跟季星奇的合照 对 到现在都没出现 他是不是没有见到 我觉得应该是没见到 我不晓得 我不知道 也或者是见到了 季星奇说 不准po 你不准po出脸书 也不准随便用我的照片 我们在上一集也讲过 说不定那个 Fritman打电话给季星奇 说你小心这个人 对 他会把你的照片po出来 乱po 这当然这是开玩笑 但总而言之 就是他美国之行 去之前搞得轰轰烈烈 对 宣称说是要去说服美国的鹰派 然后也放了很多消息 说是要见七星奇 对 对 结果 姓悄悄的没有声音 回来就剩一个张玉成 对 然后呢 他回来之后 马上被打了两棒 嗯 他去 他出发之后 张化议长 谢典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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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退党 哇 那时候大家都 震撼蛋 大家想说是 哇 为郭台铭这个 这个两类插刀啊 就跟那个 南投议长 还有献丰 一样 两类插刀 撑郭台铭撑到底 然后谢典玲 然后谢典玲还讲哦 嗯 他本来早就要写好的退党书 但是郭台铭是跟他讲 等我离开台湾之后 你再 再去 再推党 对 他也都听郭台铭的话 所以大家认为说这个谢典玲 绝对是挺这个郭台铭参选到底 结果突然他说 他接受这个访问 电台访问 王浅秋 这是这个以前汉国瑜手下的大将 新闻局长 对 接受访问说 谢典玲突然说 他只是要支持这个郭柯沛 如果郭台铭要独立参选 我不会 绝对不会参与 而且不只他 他说挺郭议员 议长都不会挺 只要是独立参与都不会挺 对 他讲到后面这个方法更重要 不仅仅是我一个人 其他的挺郭议长也都不会参与 因为你这样子做的话 就是让这个民进党余庸得利 这是一个 第二个呢 就是民众党公开讲了 公开讲了 说郭柯沛不是选项 对 这两个棒子打下去 对 郭台铭还是 我觉得他这个抗压力还蛮强的 还继续办这个造势活动 听说要办十场 很有钱 这小子 不是 郭董真的很有钱 这老头 不是这小子 这老头 那他打出来主流民意大联盟 什么叫主流民意 就是你郭台铭一个人的意志 他的民意就是主流民意 对不对 主流民意 然后就是说 你像他民动那一场 我一看站在他身边的人 我就想这叫做什么主流民意 这个对国民党很了解的郑佩芬 现在是民嘴 他被国民党开除了 对 上一次大选的时候被开除 是 因为讲了很多真话 当然我个人认为他那时候在国民党 其实也不应该讲那些话 我自己是这样子 因为在大选 对 你不要拆自己的台 我的一项主张就是说 你对党里面候选人有什么意见的话 应该在内部反应 不要公开到台面上来 他跟李正浩都是在台面上 参加这个政论节目这样讲 这样子确实是不太好 我个人也一直是这样子认为 那郑佩芬就讲了 说他看那个郭台铭身后的一些人 旁边的一些人真的是看不下去 对 那我也是觉得 其实那时候他后面站了一排 真的就是像那些大哥 兄弟 真的就是牛鬼蛇神 对 今天中东景这场还好 聊力这场还好 因为最大咖的牛鬼蛇神就是中东景 所以别人也不用太调 不是 别人就很正常 因为后面这些还真的就是一些议员 议员就是很正常 看起来就是很和善的人 是 不过不管怎么样 昨天就有跟东平讲 就是 郭台铭这一次选跟上一次选 旁边站的人真的差很多 他上次站的都是不管怎么样 宣明志 对不对 企业家 然后真的是一些还不错的人 就是 你在社会上是有一点地位 是有一点那种名声的 可是这一次真的在他旁边的就是 就是一些 怎么讲有一些黑道经验的 这也黑道经验 黑道经验 你说中东景是吧 中东景说 我只是画了一道 画了一道 他肠子就出来了 对 对 这个也不能怪郭台铭 真的 因为上次这些正常的人 对 没有帮他 没有帮到他 他只是要换一批人 他终于知道地方势力的重要性 对不对 不过我们在节目里面 已经好几次提醒郭台铭了 这些地方的流鬼 真的不是这么好搞的 是 你 就是一个送上门的铠子 昨天周典论 说没有收郭台铭一毛钱 我相信 对不对 但是郭台铭办这些活动 难道是你输的钱吗 对啊 他也不可能把钱交给你 这是 他们那种等级 他不需要直接交给他 对那种等级 你办这些活动 这些场地 这些动员 难道都不需要钱的吗 嗯 当然都是郭台铭在出嘛 对嘛 对不对 对 我只要找他推荐的一些公司厂商来接 就是那个意思了嘛 然后这些厂商一个位子 跟你要一千块 对不对 真的是这样子 对啊 就是说 很多这种每个是藏在里面的 他不会那么傻 这个钱给你 没有人这样做事 这个舞台 达一个五千万 对 郭台铭会不会给 郭台铭会给 郭台铭会给 因为这个私人买卖嘛 我高兴给就给 因为这个跟公家机关没有关系 是 我私人买卖要给你就给你 所以这个真的是很多 而且他也没有公职嘛 我要怎么弄这个私人商业行为 对啊 所以真的很多事情 他现在还没有参选也不算买票 哈哈 可是我真的要讲一句话 看不懂国民党在干嘛 他做典论昨天站在台上 后面背板就是选总统 然后 今天 昨天做典论在台上 帮他造势什么的 然后国民党竟然说 这个没事 这个完全没有 没有违反党纪啦 所以说典论OK了啦 然后呢今天 今天当然是刚才发生 苗栗县县长 就是前县长刘耀昌吧 是不是 徐耀昌 他竟然在台上讲说 要下架国民党 徐耀昌也退党了吧 我真的觉得 不管怎么样他也是 怎么讲 不管怎么样 后面站的那些人 总不是每个人都不是国民党的 都是五党级吧 总是有国民党的吧 有记者问周典论 周典论 你这样子称这个郭台民 你是不是应该退国民党 他说我为什么要退 我在执行朱立伦的政策 他讲的没有错 也是齁 他讲的没有错 朱立伦就是要非力大联盟 他说他现在在搞非力大联盟 真的 所以是不是以后 林金杰真的太笨了 林金杰只要 他应该要学周典论 林金杰最正确凿 因为他的扇子上写 总统选郭台民 周典论在台上没有讲说是支持郭台民选总统 选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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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没有选名字啊 他可能说是我周典论要选 这一次这个苗栗的也很 你也会打岔边球 郭台民一定赢 赢什么没讲喔 一定赢一定赢 而且他们也很会 然后这个中东景在台上解释 他说有人问他是不是支持郭台民 他讲了一大套 结果都没有讲到 没讲到 是不是支持郭台民 好 他说他来参加这个场合 是来这个 恭贺 恭贺这个 徐耀昌出任这个 台湾阿民之友会会长 哈哈哈哈 这个流鬼射程 真的是很会钻那个漏洞 不是这么好搞的 但是郭台民有钱嘛 他已经92亿是不是 对 今年的那个鼓励 鼓励92亿嘛 对 拿个10亿出来玩一玩 对 然后享受一下大进场 我刚刚讲过 这个屏东 屏东就4000个人 我是搞不清楚 他大进场 为什么可以进40分钟 对不对 那个新闻上讲他进场40分钟 对 这怎么走40分钟 对啊 他连进场时间都要膨胀五到七倍 所以我今天 我今天就特别注意 他在这个苗栗的大进场 真的是大进场 因为台上的主持人说 现在我们那个 呃 台湾阿民要大进场了 我就开始看 他每一双手都问 他很热在其中 每一双手都握 对 但是呢 大概10分钟就结束了 对差不多了 你再怎么 因为今天的人 其实 据我的观察是更少嘛 对不对 2000多人嘛 对 而且再怎么 4000人也不可能 走到40分钟 以前韩国瑜 韩国瑜 那个就真的是 每一场一半 少说五六万人 那个真的是 而且他是真的被堵在中间 对 他那个大进场 也没有进到40分钟 哈哈 对 郭台铭真的是 我们在好几个节目里面讲过 他这一次真的很享受 对 享受这种光欢 对 对 而且他也学会了怎么叫 好不好啊 他现在学会了 他现在会 他现在会 可是还是太晚了 我都没有要选 我比他会讲 还是下次找我去热场这样子 对 对 总之就是 他说 不过大家还是一直在看 到底什么时候要宣布 他每次都说 某一个时间点 因为本来是说8月8号 没有宣布 本来又说什么 8月17号有一个聚餐 会不会是那时候 也有人讲 最有可能是8月23号 那天是8月23号 他要去金门 然后呢 金门还有一个意义 就是大家还记得 他那个金门和平宣言 他不只是给那个 那个谁 赖清德 给他一份 他上次见麻省太郎的时候 也给他 硬的飘飘亮亮的给他一份 而且他当天见完麻省太郎说 我要在8月23号砲站在金门 我要提出进化版的 叫做金门和平倡议 哇 我就在想说 哇 会不会是那天8月23号 真的要宣布选总统呢 他自己没有 从来没有讲过什么时候宣布 对 所有的日期 都是媒体在那边 穿召附会的 嗯 嗯 那他选不选总统 跟哪一天没有关系 嗯 没有关系 就跟中国要不要 这个攻打台湾 跟哪一天是没有关系的 我们听了很多什么几大举行的时候 或者是这个中国内部碰到什么问题的时候 就会攻打台湾 对 这些都是胡扯八糟 中国会不会攻打台湾 完全取决于他有没有能力 嗯 对 同样的 郭台铭会不会参选 完全取决于他 觉得他有没有能力胜选 这也是为什么我在节目里面讲 我不相信郭台铭会独立参选的原因 嗯 选总统的这些过程的乱人处勇的感觉 对 花个五亿十亿 对 任性一下 来享受一下这个东西 但是他会被人家骂死 他会被郭台铭也骂死 被国民党也骂死 对不对 我们在节目里面也讲过 上一次他是很有机会的 嗯 上次只有这个民进党 国民党 还有郭台铭 嗯 三组人 对 他不是没有机会 对 他是有机会的 嗯 这一次是完全没有机会 他如果独立参选变成四组人的话 他是完全没有机会 那上次都不敢了 这次会不会敢呢 对 我只是 我认为他不会独立参选 是 周典论 谢典林 谢典林 谢典林也都明白讲了 你如果独立参选 我们是不会支持你的 是 对不对 是 那这个 这次这个苗栗的这个 徐耀昌也是说 这个是要 是要这个 非律大联盟嘛 大义也就是这样子啦 要下架民进党 要组成非律大联盟嘛 今天如果是主流民意大联盟的场子 应该是你郭台铭 侯友宜 柯文哲 对 都站在台上 是 因为 郭台铭一直在强调的 说是65%的民意 要下架民进党嘛 那就是这些人 集合起来才是主流民意 要下架民进党嘛 那不是啊 今天就你郭台铭一个人呢 对不对 这叫什么主流民意大联盟 不要骗人了 也不要骗自己 我真的 我真的在这边劝你 不要骗你自己 你不要以为说是 要搞一个场子 这个 你说厚不厚下面说厚 就真的是什么东西了 不是的 这下面的人 到时候就是一哄而散 对 所以真的啦 就是还是要认清现实 认清自己 这个比较重要 国民党也是啦 然后你真的就是 不要一直期待说 我就是老大 别人就是要来配合我 或什么的 你该去争取 你还是要争取 你要赶快 确立你自己的定位在哪里 不要再这样子不知道要干嘛 然后下面的小鸡也在那边 怎么讲 一下子跟柯文哲好 一下子跟郭泰民好 这样子对国民党 也不是有利的发展 我们讲过很多次啦 郭泰民这个 到目前为止的策略 所有的操作 都是还想要搭 国民党 或者是民众党的便车 是 我们也讲过 国民党这个便车 你不要想了 不可能了 他作为一个百年的大党 现在虽然也不是这么大 但是他是百年悠久历史的党 那不可能说是 自己有一个 这个总统的这个候选人出来之后 还去军做你的副手 这是绝无可能的 你也不要想 不要梦想去换 好几个换机 换的时间点都过了 对不对 那柯文哲这边 不是不可能 但是现在 他给你吃了一个闭门羹 他就讲现在 现在没有这个选项 以后有没有选项 不知道 真的 我告诉各位 也不见得 柯文哲这个人 柯文哲这个人 是很现实的 他是一个政治的动物 对 他非常的投机 跟知道目前的风向往哪里吹 现在是因为他的民调高 所以他有这个 怎么讲 这个 怎么讲 可以摆架子 我要当头 当正的 但是如果说到时候 在某个时间点 他的民调已经掉下去到 没有办法赢的程度 他也是有可能 他身段可以软到 怎么样都可以的 所以我觉得还是可以看 这个变化还是非常大 好啦 那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里 谢谢各位收看 各位如果喜欢我们节目 欢迎订阅频道 按赞分享 并且开启小铃铛 就可以在影片上架的 第一时间获得通知 那请记得帮我们节目点赞 也记得回顾过去的影片 谢谢 我们下次再会了 拜拜 拜拜